我們娛樂演講聽那些女主播是什麼樣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 簡直就是美貌與智慧並重 我經常都叫他們去參選港姐 雖然九成都是陪跑的 但今年就不參加不行 因為無線企業傳訊部副總監曾聲明宣佈了 今屆的港姐有機會去韓國受訓 分分鐘由鄭融和做教練 可以訓練到所有的藝人 無論是唱歌、戲劇表演、跳舞 是全能 希望能令到這個藝人 你知道現在韓國的藝人 韓風很受歡迎 我們就希望能夠打造我們的港姐 有機會能夠是一個全能的 除了港姐之外 是一個全能藝人 能夠一夜成功發展他們的情緒 知道了這個震撼性的消息之後 不止一群港女都流口水 連英界的港姐冠軍 邵佩斯都說很想去韓國見一下歐巴 我們都想去 其實剛才宣佈那時候 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學習 所以希望多些女生會報名 今年 因為現在韓風的趨勢都很大 一群港姐選完出來 無線通常都會給他們很多工作機會 工作多 緋聞都自然特別多 陳凱琳之前就被我們踢爆了 上鄭家榮的家 令到戀情曝光 最初兩個人都打死不認 但現在一起去完荷蘭拍劇回來 不知道又會怎樣呢 一起在荷蘭拍戲的時候 更加知道她的為人是怎樣 我覺得她是一個對身邊的人很好 無論是我們一群朋友也好 或者好像對羅蘭姐的一些長輩也好 她都是一個很懂得關心人 現在甚麼關係呢 現在認識當中都是朋友 她說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 跟陳凱琳同屆的蔡師輩 緋聞更加精彩 還被人封為新一代的發電廠 之前就被人拍到同一班肌肉男跑步 其實我之前訪問都說過的 懲教署那個跑步師傅 我小時候十幾歲已經跟他了 最近看到有些空蕩 就想自己可能發洩一下 跑步出身汗健康一點 就去找師傅跑步 其他那些男生就是我師傅的新徒弟 其實我不認識的 肌肉是否吸引 不吸引 因為全部都有加塞 當然 論緋聞 前港姐黃新永一樣 不少東西 她跟李獅子的緋聞傳得這麼厲害 令家人來過大迫宮 有沒有問你 我爸爸有問過 我爸爸有一次 因為他剛才在溫哥灣回來 他看到雜誌 然後他就問我 是否真的 他問我姐姐的 他沒有直接問我 然後我說爸爸不要玩我 不要玩我 不是啦 不是真的 你沒有打電話給你 才對媽媽的電話 沒有 我沒有他媽的電話也不會 在剛剛過去的母親節 我就跟媽媽吃了一大餐 吃完之後也有Post上Facebook 而很多藝人都跟我一樣 爭著幸福 Asa 蔡卓然在母親節就乖乖女 跟媽媽、姨媽和婆婆去了飲茶 還上載了張三代銅堂的合照 不少網民見到之後 都大讚他們 遺傳了銅顏的基因 而靚靚就收到外的禮物 就是兒子摸童DIY 寫上I love you的布袋 一向很害怕兒子上鏡的靚靚 更開心到Post了張和兒子的合照 陀緊編的昆寧 就說自己未正式做媽媽 所以對母親節沒有太大的感受 可能她是混血兒的關係 她還百無金幾拿剪刀剪紙 那妳想會跟她做什麼對話嗎? 今天的時候 其實就會說 然後讓我們順利就是 完成最後一個功夫 她有時候會動一下 但是不會動不舒服 所以理上也會跟她講講話 這樣子嗎? 對 然後她天氣的音樂 都聽什麼樣的音樂 我天氣的音樂 就是溫柔的音樂 天氣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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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健昇早排為了宣傳電影 連蹲監都在所不遲 影真crazy 現在還在招募新仇友來接她棒 過程這麼辛苦 不知道大家要多錢才肯坐牢呢? 如果我要選一個參賽者的話 我想她在裡面做體操 甚至很低 倒立 其實我坐完三天再放出來 我想我到今天為止 那個精神才能夠回復 足足七天時間才能回復 因為在裡面 你坐到一個人會跳濟 就是會周圍走 很不舒服 我自己就幾天吃不到東西了 我覺得是一個減肥的好地方 如果真的吸引到我 十萬元 如果十萬元我就不吃 坐幾天 坐幾天 七天 對 都可以啦 那我算是 平時出來做事都差不多 巨星幫吳葉坤等了五年 今年正式加入樂壇 還推出了首支的派台歌 原來他不夠愛我 最近還跟組合Sensor 來做一個A Cappella版 大聲鼎聲 有網民還說正過原版 聽完之後會忍不住哭 大家不如現在齊快聽聽聽吧 原來他不夠愛我 沉迷錯也非那的錯 成全他也樂得開心 也沒有愧欠那麼多 原來他只路得我 才唯有著想起結束 成全他快樂運作 前輩是那一個